字幕提供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文书排版的基本概念 包含了 检视比例调整 以及字型外观兼具的设定 还有段落设定 我们首先先来认识一下 在检视文件的时候 常用的几个小技巧 当我们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文件的基本资讯 会列在这个视窗的左下角 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份文件 我们目前是在第一页 它总共有六页 它总共的字数有8200多个字 当我们要检视不同的页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滑鼠的滚轮 向下卷动 除了使用滑鼠滚轮之外 这边有一些常用的快速键 如果我们要快速的跳到下一页的话 我们可以按住Ctrl键不要放 加上Patchdown 如果要跳到上一页的话 可以按住Ctrl加Patchup 今天如果我们要跳到最后一页的话 我们可以按住Ctrl加End 反过来 如果我们要跳到第一页的话 我们可以按住Ctrl加Home 我们可以随时去改变这个文件的检视比例 通常如果我们需要输入文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文件的比例稍微放大一点 如果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排版设计的时候 也可以把检视比例缩小来看到整份文件的设计 如果要切换检视比例的话 我们可以到上面去点选检视标签 这边有几个常用的按钮 如果点选100% 会恢复到1比1的比例 当我们点选单页的时候 整个页面会缩小到视窗内 如果我们去点选多页的话 就可以在视窗内看到更多的页面 那至于页宽 会将检视的比例调整成页面的宽度 以方便我们去做内容的输入 那如果我们要调整到特定比例的话 我们可以去按一下左手边的显示比例 并且在底下去输入我们所需要的百分比 输入好之后 可以在底下按一下确定按钮 那除了透过上面的界面按钮之外 我们也很常使用右下角的这一个缩放比例的滑感 那这个滑感如果向左拖曳的话 会缩小文件的简视比例 往右拖曳的话只会放大 那这边同时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方便的快速键 当我们要缩放文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住键盘的Ctrl键不要放 然后去滚动滑鼠的滚轮 往下滚的话会缩小文件的比例 往上滚的话会放大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 值得大家把它记起来 那接着我们针对这份文件做一个简单的排版 那首先我们先针对这个标题的部分 那我们首先使用滑鼠拖曳的方式 来把这五个字反白 接着切换到常用标签 那我们在左上角这个地方可以去更改字型 不过这边先暂时保持预设的新系名题 那要放大文字的话 可以去点选放大的按钮 那隔壁这个是缩小的按钮 那除了这两个按钮之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下拉选单的方式 来指定我们所需要的文字的大小 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标题呢 去加上一个初题 如果你需要去加上一个底线的话 可以去点选隔壁这个按钮 底线本身有包含许多不同的设计样式 如果要套用这些样式的话 可以去点选旁边的下拉选单 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线条 也可以去指定线条的色彩 那我这边暂时先把底线把它关闭掉 那附带一提 当我们将文字反白的时候 在反白区域的右上角 也会跑出一个浮动式的工具列 那在这个浮动工具列里面 也包含常见的文字外观设定 那我们接着把这个标题呢 放到文件的中央 那文字的对齐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来进行设定 我们可以将文字字中 也可以把它设定到靠右对齐 那在这里我把它设定到中间 那如果我们想要加大标题 和第一个段落之间的距离的话 我们可以到上面来去点选这个按钮 并且去选择新增段落的后置空格 那这边的距离就加大了 那你如果希望这个距离 能够更大一点的话 你可以使用滑鼠去点击这个小箭头 那这个时候 它会开启一个对话框 那在这个对话框里面 有一个与后段距离的设定 那你可以把这个点数调得更大 那譬如说 我把这个数值提升到12.5 那在底下 这边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预览 接着我们按一下确定按钮 那如果我们需要去调整字距 也就是字与字之间距离的话 我们这边介绍两种方式 那第一种方式 是我们先把文字进行反白 接着到左上角去 点选字形区块右下角的箭头按钮 然后切换到进阶标签 那这边有一个间距设定 那我们可以把它设为是加宽 同时在右手边去指定要加宽的点数 比如说我设为是三点 然后按一下确定按钮 那接着我们介绍第二个方式 那我们同样把文字反白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到上面去点选分散对齐 那这个功能会跳出一个对话框 那在里面我们可以去输入新的文字宽度 比如说我把它设为是六字元 然后按一下确定按钮 那这个字句如果需要移除的话 你可以把游标放到标题里面来 那底下会跑出一个青色的线条 这个是正常的 那我们接着回到刚才这个分散对齐的功能 并且按一下移除 那这样子字句就恢复了 那我们最后来调整一下段落的行距 以及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距离 那如果你手上的文件字数很多 结构也非常的复杂 像是学术论文之类的 那我可能会建议你将标题以及段落文字呢 套用不同的样式来进行设定 那这个我们会留到之后的影片再跟大家介绍 那如果是一个比较简短的文件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把游标放到段落的开头的地方 接着直接卷动到文件的最底端 按住键盘的Shift键不要放 去点选最后一个段落的结尾 那这样子会把这些的文字全部选取起来 那全部选取起来之后呢 如果只是单纯想要调整行距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点选行距的按钮 并且指定行距的高度 那比较常用的就是1.5倍或者是2倍 那如果除了行距之外 还想去调整其他的段落设定 比如说每一个段落的第一行想做一点缩排 或者是加大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距离 那我们可以到段落区块去点选这个箭头按钮 那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就包含所有的段落设定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行距的下拉选单 去设定1.5倍行高 那我们可以去加大每一个段落前后的距离 比如说跟前一个段落距离0.5行 与后段的距离也同样是0.5行 那如果我们要设定第一行的缩排的话 我们可以在上面的指定方式下拉选单 设定为第一行 那我们在这里指定第一行要说进来两个字的宽度 那我们最后到上面将对齐方式设为是左右对齐 那这样子在段落的左边跟右边就能保持对齐的状态 而不会有凹凸不平的情形 那我们最后按一下确定按钮 同时我们到上面的检视选单 使用单页的检视比例 那这样子我们就很轻松的把段落的外观都设定完毕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